那么现在要靠近选举了 真的有各式各样的爆料 那么现在还有助理的朋友 说高红安平时带人 有点刻薄 去年九月改编广告歌曲 高红安和名嘴共同录制歌曲 嘲讽民进党支持者是塔绿班 被许多网友灌爆脸书 现在却被网红四茶茅爆料 当时合唱的名嘴黄伟汉 脸书发文致歉 没想要高红安转播贴文 嘲笑黄伟汉的那张配图不知所云 还说通常道歉文配图 比较没有那么硬 但知情人士透露 高氏风格一点都不意外 高红安本来就是 一个人情人后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打造了一个人设 就是跟他贴神的性格 就跟他人生不一样 去里面的助理跟他讲话 都说了微波多 他就是一个刻薄 高红安第一时间还身遭网路霸凌 事后不敌舆论之见 还说从求学到工作各个阶段 从来没有使用过不雅字眼 侮辱任何人 未来会将谨言盛行 但反观过去 黄伟安力挺高红安力道强 预告直播时还强调 并非因为个人交情 如今恐怕被倒打一把 绿营车衣用一些对话截图 就想要看读说故事 试图要抹黑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发言 真的没有回应的价值 高红安的道歉贴文 现在被爆料 还有幕后花絮 高红安的人设跟现实 有没有差距 恐怕身边的人最有感 三立书人陈军杰张浩亦 月魂新竹报道